《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回來看《政治發言人》 今天又是我胡柏倫為大家做這個節目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一個議題 就是環境和環境保護 就是環保 很多人都會說環保我也認識 不是用少一點 四個P 不是四個R 什麼reuse recycle 那麼究竟我今天講什麼呢 其實原來香港人在關於環境保護這方面 有些什麼措施做了呢 香港政府又做了些什麼在這裡呢 那麼環固分香港的法律裏面 其實有四條很重要的法例 是跟我們的環保有關的 那麼 現在我們經常講有光污染 光污染是沒有法律管制的 所以你看到到處都很多的招牌大大隻 晚上兩點多三點多還用射燈射著紙的招牌那些 沒有管制的 但是有什麼管制呢 我們很簡單就有四大管制 現在就有 第一就是廢物處理 那麼有條叫廢物處治條例 那麼有水 水就有水污染管制條例 然後空氣 有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還有聲音 那麼有條叫噪音管制條例 那麼最主要在環境保護方面 就是現在的政府就有四大 四個條條例 就說已經處理了香港所有的環境保護的問題 其他東西其實只不過是一些很輕微 那麼 那麼關於這四條條例裡面有什麼要說的呢 最主要很簡單 廢物就說廢物 水就說水 空氣就說空氣 草陰就說草陰 那麼 先說水 什麼是水污染管制呢 那麼看水污染管制條例裡面整條法 很主要一件事就是 就是不可以污染水 那麼例如你不可以在水塘裡扔垃圾 不可以在水塘裡釣魚 不可以 那麼還有一些特別一點的 例如你不可以到處向著雨水渠吐痰等等的東西 那麼其實最主要的內容它就是說 首先第一 有一 disruption 因為是家居 或是工業用的水 那· Hannah 那麼我們例如天然 平時我們 洗碗洗碟 洗衣機用完 洗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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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可以排入污水泉 broken inside the water 然後有些水排下去 水務處經常叫人不要丟垃圾 他會淤塞渠道 會為大地帶來煩惱 就是管制那些 例如叫你不要丟垃圾下去 這個就是政府認為 對於水管制這方面 已經做得足夠了 他們經常都說 已經好好的了 我們有這樣的條例 你家裡有人用完的 就去花糞池 就是污水嘛 其他那些OK的啦 但原來香港人很奇怪 大家都知道我們很多香港人 都是用鹹水沖刺的 但原來香港有兩成四的市民 即是接近四分一的市民 仍然是用食水沖刺的 平時我們在大口仔裡一去完 然後沒有了那些 用食水的 在這方面 有統計過 就說原來香港每年有四分一的食水 都是因為你們方便完 然後 就浪費了 很奇怪了 另外 香港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香港比起其他 國家先進的城市 國家 爆水渠特別多的 特別多的 那些周街又爆條水喉 這裡又停水 那裡又停水 平均一年 有差不多18%的食水 都是這樣流失了 計算了剛才20% 再加10%多 即是說我們每年用的水 為什麼水費這麼貴 原來就是因為政府管理得不好 水管又容易爆 另外又不鼓勵市民去灌用鹹水沖刺 令到我們食水費這麼貴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我們 接近浪費了我們40%的食水 就是在這些地方 但大家記住 大家用充斥水 是不收費的 不論你是食水還是鹹水 如果有人用食水沖刺的時候 大家就要承受他們沖刺的費用 去交食水費 也有很多 例如我們在香港的水塘裡面 很多時候做一些活動等等的情況 都是未受到在水污染管制條例裡面的管制 很多時候例如 有人在水塘上面做一些釣魚 可能會有一些污染在這裡 都是不受一些很規範性的管制 除了水在這方面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例如 我們經常聽到 雖然現在少了 但是在一些比較偏遠一點的交區的地方 仍然有一些我們叫丁屋 不要 好像針對新界人的丁屋 有些鄉村的房屋 或者有些鄉村式的公廁 鄉村式一些工廠大廈 仍然會將他們的污水 直接排入一些雨水渠道 最經典的例子是什麼呢 啟德明渠 大家可能都記得哪裏是啟德 啟德附近有一條明渠 啟德明渠其實都是幾年前的 在舊機場閉嘴之後幾年 那些人經常說啟德明渠很臭的 臭到那些氣是可能住在200米之外的 可能住在30層樓高都聞到那種臭味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在啟德明渠附近的大廈工廠 全部都是將水不斷排入明渠 那些明渠其實不經任何的污水處理 有些會排入水塘 另外一些會排入大海 這樣我們都沒有什麼保障 政府其實在這方面沒有做到一些鼓勵性的措施 例如我們資助市民在這個沖刺水方面 鼓勵他們可能扔一塊錢出來 鼓勵人轉用鹹水為了環保 沒有做到的 是一個比較上浪費食水的一個措施 所以他們又不肯扔一些資源去做 反而扔一些資源去一些沒什麼用 例如資助窮人去遊學團 我不是說反對 但是遊學團這東西是不是值得呢 除了水之外 我們有廢物處治條例 廢物處治條例包括幾樣東西 第一 不可以公開燃銷建築費料 為什麼呢 因為早在六十年代左右 以前那些人建了一層樓 可能有些電線 有些膠 有些可能建了一些膠地板 等等的東西 那時候堆田區要收費 都幾貴 是因為新的 不想去堆田區 那又怎樣 就找一塊爛地 然後燒毀了它 一來會造成空氣污染 大家都知道燒膠 就會空氣污染 燒金屬也會 二來就會有一些叫灰準 隨風飄揚的時候 有些是有毒的 那不是幾好 廢物處治條例 另外就說是任何人 包括所有的遊客 什麼人都好 是不可以公開地方棄置垃圾 例如什麼叫公開地方棄置垃圾 你不可以說 將我們一袋 黑色大垃圾袋 然後丟在垃圾桶旁 香港的廢物處理很奇怪 香港很多時候有垃圾收集站 但垃圾收集站 可能在外國 一個垃圾收集站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將一些垃圾分類 例如這些是儲餘 這些是工業廢料 這些是可回收的物品 分類然後運去不同的 回收地方或者棄置地方 但香港的垃圾收集站 是一個很奇怪很奇怪的一個收集站 為什麼 它就是統一處理中心 所以香港人所有的垃圾運到去 它都不會處理的 運到堆田區 香港這個措施其實很奇怪 不會收又不會做處理 總之就是運到堆田區 所以現在香港人 為什麼經常說 我們的堆田區會越積越多的垃圾 就來飽滿 其實當然香港人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就是我們最前線扔垃圾 垃圾製造者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就是我們製造垃圾 但是我們想深一層 我們製造垃圾之餘 政府有沒有配套 可以幫我們把垃圾 配給一些適當的人士 或者適當的地方 香港現在最好的一種回收就是廢紙 我們看到很多那些十方的婆婆公公 就會在麥當勞門口 執了一大堆的紙箱 衛康百家門口執了一大堆紙箱 就運去一些紙張回收站 但是你說一些沒有那麼值錢 但是有很好回收價值的東西 例如玻璃 塑膠 或者是鋁 這些沒有那麼值錢的東西 我們經常都會很少聽人說 香港人會回收 外國人很流行的 家裏有六個垃圾桶 那有什麼垃圾桶呢 有電池垃圾桶 膠的垃圾桶 紙的垃圾桶 然後運出去 中央處理中心 會處理不同的廢物 運去哪裡 香港人即使我們分類 例如我們 下街看到環保回收桶 扔了去藍廢紙 原來很多時候 真的扔了去回收桶 他就會回收去廢物處理中心 就是垃圾收集站 然後就運去堆填區 香港是一個很奇怪很奇怪的一個地方 就是即使我們經常說 最大責任是垃圾製造者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 仍然有這麼多垃圾存在呢 就是政府根本就沒有做好一個配套 他將一些垃圾 很簡單外國的廚餘 他們有一個叫廚餘處理中心 可能會將它變成一些有機的肥料去耕種 甚至是養一些路邊的樹 花 即是我們香港很多所謂的綠花 在路中心種一些草 種多少花 就說是綠花 但香港完全沒有想過原來 即是那些肥料不需要買回來的 即是香港人每天每個小時都製造很多的廚餘 其實是可以轉化成一些這樣的物品 去供應分給政府自己去綠化災種 即沒有一個很特定的一個處理 所以香港人的垃圾 即雖然你說是很多很多 但始終你多得來 如果你是肯花一些心機去做分類去做回收 其實很多時候垃圾我們有接近六成 是可以再循環再用 當然這個又是教育的一個問題 我們有沒有從小到大教育 我們要回收一些可以循環再用的東西 雖然你現在說收五毛錢的膠袋 但五毛錢沒有什麼懲罰性的作用 雖然是有些用 但是有什麼用 五毛錢我扔都扔了幾十個出來 除了剛才說的水和廢物之外 還有另外兩項就包括噪音 噪音的管制在香港來說 也是很多先進國家或者先進地區 最落後最落後的一種 例如是什麼呢 香港我們管制的 草音的管制包括什麼呢 商業、工業、住宅、工廠 四大類的 這四類人士做出來的草音 包括如果你是工業或者工廠的 只可以早上7點到晚上11點發出草音 例如家裡裝修 我們平時有些人早睡9點到10點就睡覺 但可能隔壁裝修不停地 吵著你睡不著的 一早可能7點多 我猜正常人上班都是9點 但一早7點多又會有些裝修 吵吵吵吵吵 在你旁邊吵著 我們看看比較近的台北 或者新加坡他們的管制 都是早上9點到晚上6點的 即是一個真是我們去上班的時間 才做一些草音 即是可能晚上是被人寧靜 舒適一個休閒的時間 或者早上我們正常人都會睡到差不多上班的時間 才起床的 不會說一早起床去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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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即是很落後 然後你說除了在這些方面之外 例如我們在街道上面有人有斜樓 很多時候我們會見到高速公路有些叫隔音屏障 即是建一幅牆然後就說隔音 但是那些也是一些很落後的設施 為甚麼呢 即不是隔到很多可能你聽的是80分輩的草飲 即使有個隔音屏障 最多都是去到75分輩 可能你說減低了接近每10個分輩 其實就增加了一倍的聲音 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可能你說可能降低了一半 四分之一的聲音 但是其實即使你降低了四分之一的聲音 那個噪音問題完全存在 因為你汽車 我們見到一些很近的很近 例如你好像看港島區 很多天橋都是跟大廈差不多黏在一起 可能中間隔三米四米那些 像清風街天橋 或者你看公主路天橋等等 那些跟民居很接近的天橋 那些隔音屏障可能只有兩米高 你想想聲音傳遞不只是單向 是擴散性的 所謂的隔音屏障 真是一個很落後的設計 很多時候外國我們會見到 是用一些植物來做隔音 為甚麼植物有一種吸音的用途 是可以令到聲音減低 還有可以阻擋了大量的聲音 因為植物不是一幅牆頂住然後出去 然後是一些植物像一堆樹枝一樣 可以隔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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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種很落後 政府當然覺得不是 我們會成功減到多少%的聲音 多少%的甚麼甚麼 但是其實港府 香港政府到最後都是不肯面對現實 就是現在他們所推行的環保政策 是很落後很落後 可能是外國一些先進的城市 我們會使用十年前的一些措施 現在才將它推行分下來 例如說聲音污染的時候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我們不得不提的就是屏風扭 大家有沒有去過山谷玩呢 你嘗試大喊 然後有回音的 有回音 可能以前小時候 可能不知道爸爸媽媽有沒有帶你去山裡玩 然後叫你大喊 有回音 但是現在不用去山裡玩也有的 你嘗試走去一些 九龍站上蓋 或者沙基灣 海濱那些 然後你大喊一聲 一樣聽到有回音的 除了你自己的聲音之外 還會有人指著你叫什麼叫什麼 不過就是因為屏風扭 屏風扭除了阻擋空氣的流通之外 那些聲音的聚集都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經常有人說 住屋村好像經常都聽到一些 自自浸自自浸的聲音 我明明附近好像聽不到人說的 但是有些聲音在我旁邊 擾糧三日好像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聲音根本散不到 有個屏風扭頂住 尤其是那些 現在不止是一個屏風扭 現在是一個叫天井樓 幾十棟大廈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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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就是屏風扭這件事 除了會為我們的聲音帶來一個很嚴重的干擾之外 對於我們的空氣都有一個很嚴重的干擾 在香港管制空氣污染 就是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但是這個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也是我剛才所說的 也是十年前的政策在外國推行的 十分之落後 例如什麼呢 早在十年前 尤其是外國 尤其是新加坡 已經是不批准屏風扭形式的起樓 但是你現在看看 新一些的港鐵物業 或者大財團 大地產商的物業 全部都是一字排開 好像屏風那樣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賺的錢多 你全部都見到海景 如果你這裏建一棟那裏建一棟 這棟就被那棟遮住了 那棟就被這棟遮住了 但是現在一刻自排開 全部都看到海景 但是造成什麼呢 我們聽過熱島效應 熱島效應就是說 有些熱風吹進來 散不出去 圍住在一個島裏面 然後就越來越熱 溫室效應是一種 另外你平風效應 除了有熱島效應之外 你還會有一些 例如我們經常說 以前 早五六年前 諸三角地區 還有很多工廠的時候 有很多原浮粒子 在我們秋冬季的時候 就會一路向著南 吹下來香港 很多時候 我們會在葵涌 美孚等等的地方 就會發現 為什麼空氣好像這麼軸 就是因為在大陸吹下來的 那些原浮粒子 剛剛就被葵涌美孚 深水埗一大堆的屏風樓 頂住了 所以在那區住的人覺得 空氣好像特別有污染 特別厲害 其實就是因為屏風效應 在空氣污染裡面 除了管制了幾樣東西 包括了汽車 汽車不可以排出幾多廢氣 現在都叫有改善 政府經常鼓勵那些貨車 轉用歐盟前期 不是歐盟前期叫你棄用 轉用歐盟五期 歐盟六期 但是到現在還是在發電廠 不會有一些很奇怪 發電廠不斷排出一些原浮粒子 排出一些廢氣的時候 政府的規管都說 鼓勵 我們鼓勵你這樣做 但是又不批一些錢 去資助分發電廠去做一些改善措施 也都繼續 不要說核電 現在我們香港大部分的發電 還是燒煤、燒天氣 還有一些原浮粒子飄出來的時候 政府不會鼓勵 也都不會說 資助他們更換 總之就是 我們叫你這樣做 你最好就這樣做 在建樓方面 你說不關空氣污染事 但是在發展方面 很多時候發展 有你發展 我們有個叫發展局 發展局有些叫地政署 屋如儀儲、盧政署 什麼差事都有 但是都不會說管制住屏風樓 我們也是鼓勵你 不要這樣做 你最好不要這樣做 這樣做我們會被人效的 但是又不做一些實質的措施 去阻止一些大地產商 建一屏風樓 是完全阻擋空氣流通 這樣的時候 其實香港整體這個環保政策 是很落後很落後 可能20年前在做事 現在很多大城市都有這些叫先進的焚化爐設施 香港又不肯去做一些研究 最近是有些了 開始想一下究竟焚化爐可不可以行 可不可以用 雖然你經常說 香港有40%多的土地屬於焚化爐公園 我們有24個焚化爐公園 有5個海岸保護區 但是我們會看到 這些焚化爐公園逐漸被人侵蝕 被什麼侵蝕最多呢 早幾個月 我們可能早一年之前 有聽過堆田區侵蝕焚化爐公園 接著現在就有丁屋侵蝕焚化爐公園 私人化紙箱侵蝕焚化爐公園 很多就是將我們香港的一些真是天然環境的設施 圓圓全全地將它埋沒 就是小一點小一點 不太覺得 好像建丁屋一樣 香港已經有個丁權的問題 出現了很久 大家可以看新界原居民權益那集 丁權問題已經存在很久 現在那些人建樓越誇張 越去到街日公園範圍 政府也是 看看怎麼理順 有私人發指商 例如在大浪西灣建豪宅 可以了 我們看看怎麼管制 然後堆田區 不夠用了 我們一定要洗的了 行行行行 我們盡量用少一點 香港政府的想法 例如除了街日公園 海岸線 為什麼所有海岸線都拉直的呢 香港人很奇怪 特區政府想的一件很奇怪 就是直的海岸線才漂亮 天然海岸線就不漂亮 你看整個香港島 除了赤柱之外 赤柱石澳之外 有哪個地方的海岸線 未被拉直呢 我從香港仔一路 轉個圈上西環 去到沙基灣 柴灣 全部海岸線都填過的 九龍一樣都是這樣 為什麼海岸線 不可以保留 這個對於環保政策 也是很大問題 現在我們經常聽到 九龍最近有橫評報告 說我們要怎樣評估 我們現在的工程 對我們的環境的影響 但政府每次都不會做到足 告訴大家 沒有什麼影響的了 可能多幾輛車走的 就不會對比一下 我們現在和未建工程 和工程之後 那個分別在哪裡 令到那個環境的評估 是不夠全面 也很難告訴大家 究竟這個環境的評估 對於當地的居民好 或者對於那區的未來的發展 有什麼影響 在這方面 絕對地 是相比其他先進的國家的落後 我真的很想問政府一句 究竟你是否一個落後的政府 在現在全球都推行環境保護的時間 政府才慢慢去起步 你說是起步的 我只可以說 那是否對大家是一個好處呢 那不是的時候 除了我們這些小市民 是關注環保之外 政府其實是否應該推多些東西出來 告訴大家 真正的環保 除了四個P之外 應該是怎樣才可以給大家 一個將來更美好的居住環境呢 多謝 I read 是什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請多謝 請多謝 請多謝